我屁肚扎门 綠我 為什麼 為什麼老婆 今晚我們加班 我就不能陪我 我懷愛你輩子 你居然敢綠我 你你你怎麼回來了 我就說你最近怎麼喜歡賣奢侈 原來是暴賞富婆了 我花錢我墨屁 你一個卑賤的膽工女 在本廂前面前買什麼婆婆 揍你了不用客氣 我們分手 我 你 千草 這麼黑 你要玩成衛藏嗎 你噴的什麼香水 你好香啊 建柱 你看清楚是誰 無良魂軍 小魂軍 小魂 陳舟 給我帶領袍 小魏星 哪裡不錯 老德帥 身材好 就是 你為什麼 總是具女人餘千里之外呢 我們公司的同事都說 你是個性冷蛋 那就讓你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性負他 啊 嗯 奇怪 你這是在哪兒啊 天啊 我竟然把自己老百睡了 我到底是怎麼進了房間 又是如何爬上他的床 最關鍵的事 天啊 是個性負他 嬰嬰 你哪兒去啦 再玩幾分流聯繫不上年 我就要報警啦 我把我們老闆給睡了 什麼 舅 我說你可白眼了 你姥姥的病都是老子一個人出錢 這個月的錢呢 我告訴你 你要是還不打錢 就讓姥姥死在病床上算了 舅 我真的沒有錢了 這個月工資還沒發呢 我養你這麼大 供你吃穿 你好歹現在也是大公司的职員 一點都不拿錢啊 就知道在我面前裝仇 我要你有何用啊 你再多給我幾日 我等工資發了之後 就給你轉過去 行 那我再等你幾天 要是耽誤了你的姥姥治病 就別怪我六親不認 我終於見到你了 我一直聯繫不上你 真是急死我了 陈正 我們已經分手了 你別再來找我了 年年 我和他就是玩玩 我真正愛的還是你啊 我這只是犯了一個成年男性 都會犯的錯誤 你就原諒我這一次吧 你比他們厲害多了 你會吃軟飯 話何必說的那麼難聽呢 再說了 我這就是一個成年男性 正常的生理需求 你不敢 我只能找別人了 再說了 可以跟結帝 這也是你怎麼做 行了 別過來這一套 不是 不是 走 走 別呀 天哥 寶寶 我所有的卡 都被我爸停掉了 是我做了不該做的事 是不是你那個錢約我幹的 他沒權沒事 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威力 我被趕出來了 我要去你家住 我們已經分 秦總 我去我這次就走 簡助 習慣睡了男人 又提裙子跑人 秦總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姓冷答 又喜歡和女人靠近 我那也是喝多了 所以才 總而言之 都是我的錯 下周一我就會提交此程 人事部那邊 我也會盯著他們 你讓離職 我叫人把他們轟出去 我正好也有話要和他們說清楚 秦總 那要不 請您回避一下 你讓我藏起來 我就是怕別人看到您在我家 對您影響不好 我很快就把他們趕走 就委屈您幾分鐘 我就是拿了個行李 我們什麼都沒做 什麼事 裝槍做事 不好意思 我有潔癖 家裡進不得髒東西 你算哪個兒童 一個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 也敢在本小姐面前擺譜 自然是比不上大小姐您了 連我不喜歡的男人也一樣 我昨天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喜歡送你 慢慢想看 說的好聽 既然分手了 為什麼還要勾引他來女家 你這麼喜歡在垃圾桶裡見男人 那就把他看好 別人看你 真是狗嘴的女主相反 謝謝 別說了 這人還幫著他 已經分手了 他現在還要勾引你 在我家汪汪叫你餓不餓 我的廚房裡呢 還有幾根剩骨頭 拿給你媽媽的 房障翻飛 棉被流亂 女人眉眼如私 男人早已按了不去 什麼聲音啊 誰在裡面 說不定呀 裡面藏著男人呢 你看看你這冰清玉節的好前任 我看他呀 早就已經劈腿了 還在我們面前倒打一趴 你這麼快就找別人了 他是誰 我倒要看看 是哪個演男人不長矮 你竟敢打我 你要是趕快退一趟 我不介意 你算哪個錯 肯欺負本大小姐 你是誰 為什麼不住在姐名家 我看他呀 就是他的小小 沒想到 他這麼早就已經被著你找錢了 我真的在一起了 沒想到 是啊 我們在一起 你有意見嗎 你倆什麼時候好的 昨天 你是故意騙我的對吧 為了欺負我才這麼說的 我們睡過 我們睡過 之前怎麼沒發現 這麼欠 這種事是可以隨隨便便說出去的嗎 穿出去 我以後還怎麼做人 助理位少尉爬上八走的窗 還不滾 誰想讓我叫人 把你扔出去睡 你 啊 啊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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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 你喜歡的書 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許奇幼 你在我家都放棄了什麼莫名其妙的書 污染我眼睛 我說怎麼找不到了 原來在你那兒了 你趕緊過來把他們都拿走 怎麼睡了一次後 這麼神道 你喜歡的書 誰想誤會大了 他肯定以為我是個流氓 你 談戀愛了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別管 小孩子別管 誰是小孩子 我都二十了 我認識嗎 誰啊 以後會告訴你 自己抓的吧 你 真的要理职 是 秦總 但您放心 我會先處理完手頭上的工作 我知道了 秦總 今天晚上七點半和紅韵資本的飯局已經安排好了 另外 下一周十二公子的畢業典禮 這次典禮很重要 他應該也很希望你能去 這個女兒這麼著急的 怎麼他也和前日祝禮一樣 受過問題 那還是我去吧 我去 把下周一的事情全部推掉 對了 對了 晚上的飯局你跟我一起 是 秦總 那沒什麼事我就先去忙 看來這是淳總特意為秦妍準備的相親局啊 秦衡不是出了名的難搞 秦衡不是出了名的難搞 令助理借文風喪膽嗎 難道 江湖傳言都是假的 不停 這夹菜的動作明顯很宠明 沒想到橫哥哥私下這麼照顧員工 秦總 蝦剝好了 橫哥哥喜歡吃蝦呀 我不給你吃 我不喜歡吃 謝謝秦總 秦總和簡助理的關係真不錯呀 我還是第一次見老闆給員工夾菜呢 真是稀奇 女朋友夾菜很稀奇 她是我女朋友 剛才說你是我女友 希望不會讓你感到困擾 沒關係 這個業務我已經非常熟悉了 她似乎對我只有上下級的貢獻 秦總 這個可能是我 最後一次加班女女朋友 幫你當桃花了 不過你放心 在我離開之前 一定會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助理 在心的美意 難道秦大公子談戀愛了 沒有 你可別騙我了 我可是學過心理學的 但她並不喜歡我 不喜歡你 她親口跟你說的 我 不是 你喝這點酒就醉了 難道你真的喜歡簡助理 怪不得之前一個月開了四個助理 偏偏簡助理來了之後 就消停許多 你看你這幅傲嬌的樣子 人家簡助理在你身邊都待了一年了 你還不主動追人家 我 我不管你了 據本台最新消息 夏氏集團千金 夏主妻 已從國外歸來 將繼承夏氏產業 據傳 之前夏小姐曾與秦氏集團總裁定婚 但因三年前出國留學 取消了 好漂亮的女人 她應該就是秦總的初戀吧 秦總 你談過戀愛嗎 他們都說你是性冷但 不喜歡女人 我不是性冷但 沒有談過戀愛 不代表沒有喜歡的初戀人 所以 你是在等她 只是她一直不知道 我喜歡她 警助 快來把你家秦總接走 她喝醉了 她喝醉了 醉得厲害嗎 不想人事 警助理 你可算過來了 秦總 陸總 你明明知道秦總喝不了那麼多酒 還灌她那麼多酒 還灌她那麼多酒 我可沒有灌她 她自己要喝的 這叫戒酒消愁 你懂不懂 你家秦總她心裏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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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事 她對自己喜歡的女人愛而不得 所以今天給我來買醉了 秦總 喜歡的女人 你認識啊 我認識 遠在天邊 近在以前 她就是 秦衡愛而不得的女人 應該是新聞裡的那位吧 據傳日情夏小姐曾女情侍集團總裁結婚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她是把我當成夏小姐 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不要離開我 好一個虐戀情深 愛而不得 秦衡對那位小姐 真是用情置身 怪不得秦衡這麼多年不敬女色 原來是心裏一直藏著一某白月光 這麼晚了 明天八點還要上班 算了 還是在沙方上將就一碗吧 雞腿 我的雞腿 我是嗎 好吃 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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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一定是在大潤發沙半輩子的魚 所以這輩子要對老闆的美色信儒至少 你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晚上 中天 陸總 打電話跟我說您喝醉了 讓我去接你 辛苦了 支付寶到賬十萬元 謝謝秦總 我以後還是會去接您的 風里雨里 我都接您 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家 誰在裡面 這個大美女 一個超級超級漂亮的大美女 我剛還想拦著她呢 秦總親自打開門把她引進去了 那位可是秦總的未婚妻 下家千金 真的 難怪 大美女一頭扎進秦總懷裡 秦總顺勢冷住了她的腰 疊癲癲癲癲癲癲癲 美女 還爆了 這是秦總會做出來的事嗎 我聽說秦總以前有個未婚妻 後來那個未婚妻為了學業出國留學了 所以取消了婚約 原來就是她 Oh my God 他們兩個真是太配了 男庫總裁 VS神仙姐姐 我忘記了 當然絕配了 簡寧 你跟秦總平時接觸比較多 她是不是真的要和夏小姐簽訂婚約了 我不清楚 她今天怎麼一直談起 好像心情不好 安恒 我這次回來 是想要履行我們之前的婚約 之前的婚約 我之前為了學業扔下你出國 你是不是還在生氣啊 我有什麼可生氣的 你有更好的選擇 我應該祝福你 我之前沒有察覺過對你的感情 我回國之後才發現 你知道 我有喜歡的女孩 嘉文哥跟我說過她 這次我回來 就是要從她身邊把你搶回來 郎才女嘛 真是絕配 是挺漂亮的 難怪你會喜歡她 我 你也別太難過了 我還不喜歡她 你也別太難過了 你也別太難過了 你昨天晚上才会戒酒消愁 我懂 爱一个人却又得不到 又要含泪祝他幸福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非常残忍的 你在说什么 秦总 如果你有什么难过 可以跟我倾诉 我也刚失恋 十分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所以别像昨天晚上一样戒酒消愁 吴嘉文说的 倒也不全是 陆总只跟我暗示了一些 我是看到了你和夏小姐的心意 原来如此 或许我可以借此机会 简朱 你猜的没错 竹城当年和我学校婚约 让我痛苦了很久 这次他回来 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简朱 你能 假扮我的女朋友吗 但 但是 我马上 就要辞职了 等帮我解决了这件事 你再决定取留 夹扮女友 会另算工资 一月十万 多少 什么 多少 一生一年 应该就可以攒够钱治好姥姥的病 还可以把他老人家 接到大城市 好 等会儿陪我去三家个饭局 我带你去调件衣服 秦总 这家店的衣服也太贵了 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店吧 你刚才叫我什么 秦总啊 简朱 你是不是忘了 你提升的身份 阿恒 你现在是我名上的女友 你穿的 不仅是你的门面 更是我的门面 好吧 你先跳 我来买盾 别乱碰 碰坏了你赔得起 如果不拿下来试一试 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 我们店的衣服 最低也是万字起步 看你这一身 连五百都不到吧 想试衣服 出门左转 下楼去买低套户 瞧不起谁呢 大家都是社畜 谁比谁高贵 我们店接待的都是世家大小姐 你一个底层打工妹 别配我们服务 周小姐 好久不见呀 最近我们店出了好多新品 我带你看看哈 简宁 你怎么在这 买衣服 这种穷鬼呀 我见的多了 只看不完 没亲衣 比大清早在这看见 还真是鬼 这谁大清早没刷牙 忽然不信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像他这种只看不买的穷鬼 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 什么污染了我的眼睛 对不起这小姐 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我也是消费者 凭什么干我出去 像你这种下斗货 怎么配在我们这消费 晚安 把他扔出去 等等 我刚才有条项链丢了 你刚刚一直想靠近 是不是你趁机偷走了 周小姐 一线别人也要动动你的脑子 隔空取义 你觉得我是神仙 我说是你拖子就是你 这里除了你 还有谁会觊觎别人的东西 你们俩给我搜索 没有啊 看到了没 我说了没的 还不把包还我 不在包里 不代表不在你的身上 你们俩给我搜他的身 谁做的丧链 重重有什么 私自搜身可是违法的行为 如果你们要继续下去的话 我会追究你们的责任 你一个穷人有什么权利啊 法律是用来保护我们有钱人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拿 谁说你们碰他的 是你 简宁的情夫 亲爱的 是不是 亲爱的 不是不是情事集团的本财吗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他可能比电视上还帅 听见秦总刚刚叫那个女人什么吗 亲爱的 我们不会得罪的情夫人吧 他刚刚诬陷我偷了项链 我没拿 既然要搜 那你们几个是不是也 来人 去搜搜那几个人 看看项链是不是在他们身上 我怎么可能偷自己的项链 滚开 我可是周氏大小姐 你们敢动我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谁搜到项链 我请给他一把 对了 周小姐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肯定是他偷了 他被发现才扔到那的 还敢诬陷我女朋友 我看你生气活了 你算什么东西敢对我这手坏 还不赶紧把他扔出去 你们谁敢 我可是这家店的VIP 分开 买下万利商场的湿你便陪我 法人记载简链一下 现在简链 是这家老母 在这里踏出了 做替身福利这么好的吗 竟然要卫送一家店 我们店已经被秦氏收购了 以后简链小姐就是你们的老板 对不起 早知道你是秦总夫人 见我们一百个担子也不敢得罪您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去 你是自己出去 还是我让人把你丢除 喂 逆女 得罪谁不好 得罪秦衡 现在秦氏取消了和周氏的所有合作 周氏就要破产了 什么 秦总 我刚回国没认出你 您大人有大量 能不能放周氏一马 把他给我 还有你们两个 没开除 秦总 我可是竹青姐的朋友 您能不能看在竹青姐的面子上 放过我 带走 潜宁 竹青姐已经回来了 秦恒总有一天会把你 秦总 谢谢你刚刚替我出头 应该叫我什么 阿恒 喂 妈 阿恒啊 我和你楚阿姨在月锦萱等你吃饭 赶紧过来啊 妈 阿恒 竹青都等你好一会儿了 你快坐竹青旁边 你那个 坐这里 好 几日不见 潜住 什么时候 可阿恒的关系这么好了 潜住 什么时候 跟阿恒关系这么好了 小说里面 富家公子哥 带穷女友回家见父母 少不了下跪 闪耳光 被骂舞力精 看来今天是避免不了了 阿姨 我先给您倒杯水吧 潜住还是挺有眼力劲的 在我们面前 就不用假扮阿恒的女朋友了 我们知道 你之前 帮阿恒挡了不少烂桃花 现在竹青回来了 以后这个事啊 就交给她吧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妈 你没事吧 你刚刚还说她有眼力劲 没想到 是如此没有分寸 真不知道 她怎么在阿恒身边待这么久 这些事不是你该做的 你工作一天 快坐下来好好消息 简小姐 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一边 哭 岂不是 家里没有人方程 我家里你自身忧心 不需要别人方程 我家里你 并 忘记介绍了 简林 是我的正式女朋友 你是认真的 你什么时候跟简祖谈恋爱了 跟谁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 你难道忘了 我们秦氏和夏氏的联姻了吗 那婚约是你们定下的 与我无关 她不是喜欢夏小姐吗 难道是因为之前夏小姐的退婚 让她受打劫了 我们家竹青 特意为了你回国发展 阿恒 没想到 你是这么对她的 妈 这事都怪我 我不该为了血液辜负了阿恒的 她有气我能理解 还是竹青懂事 以前的事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再说了 这竹青现在不是回来 找你吗 我的女朋友 只能是简祢 我是不会离开她的 她怎么演得这么好 连我都信了 你不是喜欢夏小姐吗 那她现在回国 与你兑现婚约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傻瓜 我喜欢的是你 她当初赏我伤得那么深 现在我对她只有恨 没有爱 可是你毕竟深爱过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 以后不要再提了 看来秦鸿 被夏小姐伤得很深啊 送简祝回家 是 谁啊 是我啊房东 我现在不太方便 要不你就隔着门口说吧 走走走 这里不租给你 我都交货房租了 为什么突然不租了 而且找到这么晚了 我去哪找房子啊 我是房东 我说不租就不租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里有划痕 扣一千 家具磨损 扣两千 这是我搬进来的时候就有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扣钱呢 这房子是你的还是我的 我说有就有 一共五万 扣除押金 你还我算吧 这些不是我弄坏的 凭什么让我赔钱啊 不赔 不赔就别想拿走你的东西 走走走 这里不送给你了 真不是我弄坏的 你要把东西拿走 什么时候交戏赔偿金 什么时候回来拿行李 房东 秦先生 一切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办好了 好 三十万块 我等会儿就转给你 月娘 你表哥看上林村一个姑娘 人家要八十万彩莉娜 你想办法凑点钱 给我打过来 舅 我不是刚给你打过圈二十万吗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 那二十万是给你姥姥看病的钱 现在你表弟要结婚了 你不该帮衬帮衬吗 再说了 你没钱就不能去贷贷款吗 我没钱 没钱 没钱就给我回来相金 有个媒婆 跟你说了一个对象 人家家里是做生意的 有房有车 还肯给你六十万彩礼的 我不想 要想你自己去乡吧 你给我告诉你 我跟你好说话你不听 你非让我骂你两句才行吗 我听说你跟陈诚已经分手了 既然分手了 就赶紧找个人嫁了 不要等到人老猪黄没人要了 舅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挂了 《记忍中》 我觉得你还没什么时 老猪黄没人有 但我现在也有位置 秦总 你怎么在这 怎么了 这么晚了 他在外面 房东 不给我租他的房子了 还把我赶了出来 要不住我家吧 你家 宋胡安 他不是姐比他 不允许任何人和他住在一起吗 就连秦也安去也经常被他骂 怎么突然好心让我去 你别误会 这也是为了工作方便 我家房间比较多 空着也是空着 而且你对我家 也算比较出息 秦总 这不太合适吧 助理睡到老板家里 这传出去 对你名声也不好 简柱 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我女朋友 你能确保 在我需要你配合的时候 能够及时出现吗 至于名声 我们本身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住一个屋檐下 不是很重要的 可是 松胡安的房租 一个月得上万块 对我来 不用房租 你只需要帮我做饭 和打扫个手 真的 那我不客气了 我会尽快找到 合适的房子 搬回去的 就这样一步步向你靠近 慢慢拢了 彼此的手 从何 你应该会爱什么吧 小悠悠 小北贝 我现在搬来和秦衡住在一块了 我该怎么办呀 睡他 你可别害我 我不想死 那你问什么 秦衡不帅吗 身材不好吗 今日不睡更大合适 给老娘上 你不洗澡吗 这种美男出狱的画面 是我不花钱 就能看到的吗 一片 又大进门送衣物 两片 洋装跌倒 扑入怀 三片 孤颈蝉腰 抛媚眼 四片 真要命 这小悠悠都教了我一些 什么乱七八糟的 净心口诀 忍住 你没事吧 你脚外道了 估计一时半会儿 我给他 我先给你上点药 我还真有种 想不合到他的冲动 以后这个客房 就是你的房间了 好 秋秋离开了 天宁 你敢挂我电话 周末记得回来相亲 我说了 我不相亲 就算你不相亲 你姥姥的死活 你不管了吗 姥姥怎么了 你姥姥重病 记得赶紧回来 说啊 嘿嘿嘿嘿 舅 我姥姥怎么样了 姥姥在医院治疗呢 你骗我 我不说你姥姥病重 你能回来吗 这就是姥姥 这就是姥姥 这就是我们家姥姥 这在大公司工作呢 这人又好看又有能力 是咱们村啊 出了名的呀 我也就是看你们老唐家 成衣大 所以啊 才安排你们的 哎呀 好啊 不错 挺大 一定能生小子 哎 阿姨你干什么 闭嘴 好好地给我站好了 大人说话 别插嘴 我说了 我不想起 我告诉你啊 我不想当着外人的面 打你 行了行了 我们啊 回去准备一下 过两天 就把妮妮娶回来 走 我们先过去了啊 哎 慢慢慢慢走啊 舅 我不嫁人 我只是回来看姥姥而已 姐娘 我告诉你 今天不嫁也得嫁 嫁还得嫁 你表哥啊 娶媳妇要钱 买房子要钱 至少要个百来万 拿得出来吗 我警告你 要是不嫁 不打断你的腿 你不是我父母 没有权利安排我的婚事 可是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打给你 就连姥姥的医药费 都是我出的 养育之恩 是拿钱能衡量的吗 你一辈子都昏不稳 干嘛干嘛 刚睡醒 吵什么吵 表哥 你帮帮我 姐娘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工为自己着想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现在男女比例失调 全村上下没有情况了 我现在不趁早娶妻结婚 难道 你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吗 要嫁你自己嫁 爸 我看要不把这个死丫头 直接绑了 送到唐武家去 你们要是再逼我 我就带着姥姥离开这个家 烦了你了 爸 他不会死吧 放心吧 他皮硬得很 死不了 一会儿 把他绑到你房间去 等躺我过来 这生米做成熟饭 还怕他不从 你倒扫人就跑了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建宁 你敢挂我电话 中午别忘记回来相亲 我说了 我不相亲 就算你不回来相亲 你姥姥死活都不管了吗 姥姥怎么了 你姥姥病重 明天赶紧给我滚回来 等到他 真的回家去了 这死丫头啊 姓子烈 失死不嫁 所以啊 我把他已经绑好了 过了今晚 他不嫁 也得嫁 我表妹他可是个厨啊 待会儿啊 你可得温柔一点 今天我绝对会让他 一先一死的 那过了今晚 那六十万 你可别忘了 今天晚上我想演个货 要真是个厨 那六十万 名称一早就给你送过去 好好好 那你先慢慢小说 走走走 咱俩先出去 你想干嘛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再subscribe 阿可 我出车祸了 你快来 干嘛 我 我这不明显吗 你放了我 你放了我 放了你 怎么可能呢 你可是我花了六十万 去回来的老花 我怎么可能放了你 你要再过来的话 我就喊人了 你叫啊 你看看这方圆极里 有人答应你吗 要不是看你是个猪 老子能换六十万把你取回来 啊 我已经不是出来了 什么 什么 我不是出还敢收我六十万 妈 你让你这种人 花十万多钱多 求求你 你就帮了我吧 不过 你今天要是要把老子伺候好了 说不定老子一开心 十万块就把你损了 你 你接我快救我 姐姐 我 求求你别过来 姐宁 你在哪 你放开我 求求你帮我走 快救我 姐宁 姐 等我 出事了 你赶快来医院 我有急事要处理 阿姨 阿恒来了吗 阿恒 他 他今晚有点急事 可能来不了了 有什么急事 比我出车祸了更重要 这 我也不知道 阿恒 他忙完就会来看你的 是因为捡住吗 看得出来 阿恒特别喜欢捡住 你也别太难过 放心 我不会让阿恒去捡住的 我没事 情好 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你 我求求你 你别过来 你要多让钱我都给你 什么装 什么装 都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 伍伍伍 换了今晚 咱们可就是亲家呀 是啊 那还用说 这以后你们剩下再吃猪肉 我跟你打对折 好好好 这要是宁宁 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你们家以后吃猪肉 全部免费 好 不要 放开我 你谁呀 啊 姐您在哪 这是谁呀 我再问一遍 你在哪 我不知道 快放开我儿子 不是我要你的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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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不能进去 给我给我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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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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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你 你干嘛抱着见你啊 不想死就给我哭 行吧 秦总 昨天是你救的过吗 简祝自己打的求救电话 这么快就忘了 谢谢你 韩红 你在家吗 韩红 没事 我来解决你 韩红 你在家吗 看来昨天你车祸撞得并不严重 昨天为什么不来看我 没空 有个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减住吧 幸好只是擦拭啊 要不然你就看不到我了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下周有个拍卖会 是夏世集团赞助的 我爸特地嘱咐要我邀请你 还有事吗 阿恒 你还在介意三年前的事情吗 我这次回来 我就是想请你原谅 好 没事的话 就不送你 我还有事 昨天 夏小姐出车祸了 秦恒竟然为了救我 连夏小姐出车祸也没去看她 难道她喜欢我 不可能 她自己亲口承认喜欢的是夏小姐 这只是她的小把戏 你不需要在意 明天晚上 跟我参加一个应该 我 你现在是我的名义女友 你不陪我去 谁陪我去 好 好 你先好好休息 我 我 穿成这样 会不会太暴露了 我觉得还好 你要干什么 与同 谢谢啊 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宽 朱卿姐 你终于回来了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有人趁机爬上了秦总的床 哈恒向来对谁都好 又受女孩子的欢迎 难免会让一些有心机的女孩子 钻了空子的 朱卿姐 你还是太善良了 要我说 这种女人均该给她点教训看看 秦总来了 这秦总身边的女孩 是哪家前进呢 这也太美了吧 今天是夏氏集团赞助的拍卖会 秦总不是夏小姐的未婚夫吗 怎么带别的小姐过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听说三年前 夏小姐抛弃秦总出国留学 这两天才刚回来 难怪秦总旁边的女人 那么像夏小姐 原来是婉婉累清啊 阿恒 吴晴姐 就是她供应亲 我知道 她是阿恒的秘书 简宁 就是她 就是她 想跟我抢男人 我会让你输得很惨 阿恒 今天史密斯先生也来了 正在筹备一个项目 需要国内的合伙人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嗯 你一个人可以吗 放心吧 我可以的 你去忙吧 简宁 竹青姐是秦衡的未婚妻 她这次回来 就是跟秦衡结婚的 我劝你啊 早点放弃秦衡吧 不然你会说得很惨 林宝 小伟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就是过来凑个热闹 不止这么简单吧 呦 这么蠢的娘 洛少从哪找她 这哥们玩上两天 她是我闺蜜 说话奉尊重的 刚刚就是开个玩笑 洛少别生气 来小伯妮 我敬你一杯 我为我刚才的冒失 道歉 她不能喝酒 我替她喝 别喝了 住在秦衡家里 还习惯吗 嗯 挺好的 明天有空吗 我们和小悠悠 一块吃个饭 明天 她没空 我介绍一下 对不起 我介绍一下 她是我男闺蜜 骆北 秦总好 我们最近见过 您可能忘了 明宝 我们改天再远 我先走了 别忘了 在这一年内 你还是我名义上的女友 以后离男人远 她又不是男人 她是我闺蜜 朱青棋 今天是你的朱长 秦总怎么还带着别的女人过来 你是没看到 那个狐妹子 把秦总的活都要勾走了 一个乡野村妇而已 不配跟我抢阿豪 嗯 这是我国著名油画作品 百花迎春图 这幅油画 是出自清代晚间艺人 朗世宁的画作 它是乾隆身边的大猴 大家都知道 出自她的手柄 你喜欢这个 嗯 喜欢 那么百花图起拍价是 五十万 两十万 二十万 两百万 原来是秦 难怪你出手如此的 朱青棋 你不是最喜欢油画吗 秦总一定是想把它拍下来送给你 拍油画干什么 我记得你对油画不感兴趣啊 送你的 送我 你不是喜欢花吗 刚才看你看得那么认真 阿豪 你送我玫瑰画就行了 这也太破费了 不破费 我刚好有点小心 恭喜秦总拍下百花迎春 送给简小姐 这个简助理 也不知道给秦亨下了什么迷魂影 将为他花了两百万拍下一幅油画 朱青棋 一幅新 本话我替你好好收拾收拾他 好 再不吃东西就晕倒了 简宁 简宁 现在秦总不在 我看谁还能护着 有话快说 别耽误我吃东西 简宁 你还真是贱呀 不仅要抢我的男人 还要抢卓青姐的男人 你知不知道卓青姐是跟秦总有婚约的 抢你男人 我什么时候抢你男人了 你还想狡辩 晨晨就跟我分手了 他背着我用我的钱买了个大钻剑 说 是不是已经给你了 我没有从垃圾堆里 捡垃圾的喜欢 好 那秦衡呢 你明知道竹青姐跟她有婚约 你还要缠着人家的未婚妇 你可真不要脸 是夏小姐先提出的回婚 抛弃秦总出国 怎么就变成我抢她的男人了 那现在郑主回来了 你是不是应该让位了 秦总 一个人吗 认识一下 秦总 这是我妹妹婷婷 那个 你跟秦总喝一杯 敬秦总一杯 秦总好 秦总好 最后厨 弄一碗粥过了 要热的 是 赶紧跪下给我道歉 你干什么 你别在我面前给我装病啊 你 你 你别装死 你快起来 你别装了 你快起来 我可什么都没干 不是我干的 问清楚 是 我 小装不努力 长大当助力 白天雷穷枯 晚上别够累 秦总 你刚醒 先喝点粥 润味 我该不会是得了心脏病吧 不知道为什么心脏跳这么厉害 你先好好休养 我给你披了一个星期的担心下 真的 秦总 你真的是人帅心善 绝对不是那种 可口员工工资的好老板 嗯 我怎么会在前横的床上 天呐 嗯 长得帅 身材好 就是梦头水了 终成 没有睡觉 不 拳柱 你知道我是谁吗 金红 大梦 这可是你说的 这个梦 该不会是现实吧 我竟然又把秦横给睡了 这春 应该很好琴吧 天出 想着我做什么 我还想要问问秦总 昨晚你对我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我在你的床上 昨晚是你求着我 让我陪你睡 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就有梦游着 那你 那你 为什么不能克制住自己 拒绝我 以后不准在别人家留宿 听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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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秦也安 怎么了 你 你 弟弟在外面 先躲一下 哎哎哎哥你这么才开门啊 啊 你该不会是 进入藏教了吗 哎哎 回去 哥 你还珍藏了女人 您姐 你怎么穿我哥的衣服 你们俩背着我偷偷谈恋爱了 既然被你撞下了 那就不堂而掖着你 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他怎么说情谎回来这么自然 不是 怎么可能 你明明没有七星六月 您姐怎么可能喜欢你啊 你才没七星六月 您姐 你真喜欢我哥了 我 是 我对你哥迅猫一脚 最近终于暗恋成真了 骗小孩有意思吗 再其位谋其直 负其则尽其事 再说 也是你先开的头 那我 岂不是没希望了 想啥呢 以后解宁 就是你嫂子了 对了 你去上班吧 留颜陪着我就行 好好照顾你嫂子 好了 姥姥 您身体好些了吗 等过段时间 我就去医院看你 挺好的 医院把我调到了最好的地方 听说 已经有人帮我付了医药费 以后也不用这么辛苦 再前为我治病了 帮忙垫付了医疗费 姥姥 那您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 人没见过 听护士说 好像是个性情的大慈善家 说起来 跟你老板一个下 性情 情 珍珠 总裁也太难伺候了吧 好吓人 怎么了 我已经给他做了八杯咖啡 他没有一个满意的 是 你现在下去 去咖啡店里买杯咖啡 一定要全冰美食 双倍浓缩 不能加一点点糖 顺便 再打包一份提拉米酥 好 我现在去吧 珍珠 你真是太牛了 你这是我的神吗 秦总 这是您的咖啡和蛋糕 行了 你出去 不是按捡猪的要求购买的 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 这些 是捡猪让你买的 是 我刚跟捡猪通过电话 他让我这么安排的 他还说您喝咖啡胃会疼 所以还买了蛋糕 没想到他都生病了 还记过什么的喜好 让他办了和自己同住 果然有用 日久生起 没想法拉得这么快 很好 你行 半军不半活 刚刚阴着你脸的淋吗 现在就人消 行 你这个领导怎么闹的呀 把员工的恶病了 你生病了 多吃点 你是老板 你多吃点 你多吃点 哎呀 你俩差不多行了 我烧鸡没吃几口 狗粮都被你们喂饱 那你能不能自决点 吃完饭赶紧走 别处在这儿当天能泡啊 姐 你是不喜欢吃烧鸡吗 怎么全给打扰 喜欢 但耐不住撑的话 姐 阿恒 我姥姥的医药费 是不是你出的 嗯 我已经派人把守 放心吧 你舅舅他们 再也没机会 去骚扰你姥姥了 谢谢你 都给你吃 啊 给我留一口啊 她真的好关心我 来天惦记给我买巧笼糕 现在还给我夹烧鸡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我这两天休假 顺便看了一套 还不错的房子 等明天去把第二套 签下来 过几天就可以搬进去了 你去看房子了 嗯 是 我只是你名义上的女友 也不可能一直住在这儿 早晚是要搬出去的 总没跟我说 我是你的老婆 有必要确定 你以后居住的地方 这样才能判断出 你能不能及时配合我的工作 这样吧 明天我陪你一起 去看到房子 顺便帮你把碗关 就这样决定 啊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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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小姐 这位是 我老 男朋友 男朋友 我还以为 简小姐单身呢 嗯 墙面涂料 和地板砖 材料太刺 屋内味道重 通风也不好 这 房屋空间设计 太差 如果以后有了小孩 不方便跑动 隔音效果也不行 是的 是的 这位先生很专业 我决定 不吗 等等 今天不是我来卖房吗 只要要买房 不如买它更大的 这样一步到位 以后有了小孩也方便 还能把姥姥接过来住 小孩 孟丁 他还说不说 想不说你 我这样的普通人 最多 也就只能买个小户型 你觉得我这套房子怎么样 什么事 太棒了 之前你老公人 那个气氧不够大 挺好的 好极了 贤柱 既然你喜欢这套房 不如我把它 送给我 卖给你 这霸总 根本不按小叔 套路出牌 秦总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因为我现在的工资 最多 也就是能买你这几块地砖 我那么多房子 这套可以便宜卖给你 就算给员工发福利 一口下 两百万 两百万 这房子 最少一套 也得五千万吧 你真的打算 按这个家买给我 一套房而已 我又不是靠卖房挣钱 你不用一次性付金全款 之前你做提升的福利 是每月十万 我可以先预支六十万 给你当首付 剩下的呢 每个月慢慢还 还多还少你自己的 两百万 一套普通的商业房 最少也在三百万起 如果真的把这套房子 卖下来 就一切姥姥惯了呢 当真 千真万确 只不过我有一个小要求 在你还清钱之前 我还住在这里 就这 怎么样 要不要买 你也可以先考虑考虑 只不过 我说不定 等会儿就会改变主意哦 我买 跟紧您谈一下信口的 秦总 这给锦主理掌心也太狠了吧 有意见 不 不不不 我这就去办 行啊 爷 是哥们小看你了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大回来的小白兔 对下去有好心探的 人事部请喝茶 不是降薪就是年人 我刚买了房 现在失业 岂不是要我的面 王经理 您找我什么事 有事直说吧 是这样的 建筑 你入职我们秦氏 已经一年了 经过人事部审查 和秦总评价 我们决定对你的薪资 进行一些调整 看来是要降薪 你的薪资 由目前的五万元 涨为十万元 除此之外 季度假 年终假 购房补贴等相关福利 都会给你做相应的提升 你可以先看看合同 是这 不是假 另外 雇佣年线上 也做了调整 由最初的三年 它为十年 十年 对 是的 十年 一个月十万 一年一百二十万 十年一千两百万 还有假扮女友的替身费 这些加起来 我很快就能接牢牢 来大城市享福了 合同你可以先看看 等考虑好之后 再做决定也不实 你既然公司这么信任我 那我自然 不会辜负公司的厚望 我签 讲多少 十万 不过我合同也签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 我不能够提离职 否则 就要赔一笔高额的违约金 这跟卖身器也差不多 那 那你卖了 那当然 我这多犹豫一秒 都是兑十万块钱的不尊重 那你以后 也是大富婆了 你们是不了解我的经济状况 要是看到了我的银行卡余额 你们呢 也就会劝我别犯法 听到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这是怎么了这是 怎么晕倒了 这是 什么情况 这么高的温度 不行 得赶紧去医院 这是要去哪 发烧了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去医院 我不去医院 你听话 我们去医院看看 你疯了 快疯了下来 我说了我不去医院 钱住他是不是烧糊涂了 他怎么敢这么骂琴呢 他是不是不想干了 行 那我送你回去休息 大领导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好了 钱住这内无辈之楷模 你怎么没回公司啊 今天不去了 在家陪你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秦总 你想干什么 看看你退没退烧 真奇怪 以前对他避之不及 现在莫名其妙地 就想待在他的身边 想什么呢 我想 你一个总裁 大好的时光 却窝在家里陪助理 这也太堕落了 员工生病了 当老板的 总要来慰问一下吧 对 你为什么死活不肯去医院 小的时候 父母出了车祸 就留下我一个人 从病人的医院醒来 从此以后 救的医院很排斥 刘生病 我陪你去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难道 是怕我离职 还是他 喜欢 不可能 他明明喜欢的是夏小姐 简祝 一块有个大客户 秦总让你去接待一下 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 我刚刚从秦总办公室出来 他特意嘱咐的 要不你再去问问秦总 算了 我来接待吧 夏小姐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让且您去了 楚阿姨 您和夏小姐前来 是来跟秦氏团合作的吗 谁是你楚阿姨 叫楚总 楚总 堂堂秦氏集团 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连杯水都没 水有什么好喝的 连杯茶都不会泡 啊 不好意思 我去泡茶 等等 我要他给我泡 行 楚总 您和夏小姐在这里休息片刻 我现在就去泡茶 哼 一个小小的助理 也想跟你抢秦横 真不知道秦横 看上他什么了 妈 这要是被阿恒知道了 哼 怕什么 等会儿 我会替你好好教训他 嗯 唐堂堂的秦氏集团 连杯像药的茶都没有 楚总 是我招待不周 我现在就去重新泡一杯 想烫死我呀 我看您火气挺大的 所以这杯特地泡的是凉茶 不知道哪来的烫呢 我说烫就烫 楚总 您和夏小姐不是来谈合作的吧 是来找茬的 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不要忘了 否则 我会教你怎么好好做着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一个小小的助理 没身份没地 凭什么跟主亲比 实相的 赶紧去处 骞子 骞子 骞子被人欺负了 在哪 在接待室 楚总 您和夏小姐 竟然不是来谈合作的 那就请回吧 慢走不送 简宁 你不要给脸 不要脸 您的脸 太大 我要不了 你 齐恒 我的人你也敢动 秦恒真帅 他狗 是剪住欺负妈妈在先 他才动手的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欺负你什么意思 我一个助理说话 立嘴 我没问你 我一直都是以礼相待 是楚总 闹事在先 你胡说 接待室有监控 我有没有胡说 查了便知 阿恒 妈妈这次是诚心来谈合作的 可能说话有点重 让锦柱误会了 我代她道歉 竹琪 你怎么听那个女人说话 来谈合作 我怎么不知道 都怪我 事先没有安排 没什么事 我们先走了 合作我们下次再谈 我让你们走了吗 我让你们走了吗 向姐夫道歉 她原谅了 你 听不懂人话 秦和 我们两家可是事情 我也是你的长辈 你确定 要为一个小小的助理 跟我撕过脸吗 秦总 要不就算了吧 不行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妈 要不然 你道个歉 这笔账 我以后一定替你讨回来 哼 要我为一个助理道歉 根本不可能 对不起 我替我妈道歉 朱青 你 不 秦总 你为了我得罪下家 值得吗 值得 回去换点衣服吧 下午给你披荐 在家好好休息 谢谢秦总 秦总 秦总 不不不 绝不可能 一定是我想多了 你鬼鬼祟祟的 在干什么 那要是让同事看见 我上了老板的车 那明天肯定会传出 下属 帮上总裁的新闻 你本就是我名义上的女友 要如何 在外面参加活动呢 我是你名义上的女友 但在公司 我们就得保持 下属和上司的正常关系 我可不想被别人戳几两骨 明白了 夏小姐 一辆小天洞吗 怎么上了一辆豪车 简注 该不会是爆上了什么大款了吧 万一是人家男朋友的车呢 我们别讨论别人的私事了 他不是刚刚跟他男朋友分手吗 这么快就交上了一个富二代 说起来 那辆车跟秦总同款 就是没看见车牌 你们别瞎说了 副总 公司内部论坛 有人在建筑里黄瑶 什么 怎么回事 查到谁发的没有 目前没有 三天之内 给我找到他 是 秦总 会议取消 秦总 陈柱的帖子 查到是谁干的 发布者的IP显示 是总裁办的陈小田 陈小田 他不是遣住关系最好的同事吗 秦总 需要我去处理吗 不用 他应该只是被人利用了 今天我要晚点才回家 你自己先吃饭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还可以 你自己先吃饭 我一定会把我给你老板订了 你都要 没想到你真的跟你老板同居了 你们两个老早就够搭在一起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周欣欣告诉你 欣欣告诉我 我还不信 没想到你真的在这 是 我是跟我老板在一起 那要怎么样 你有意见吗 我现在有钱了 你再回到我身边 好不好 你从那些女人那儿 骗到的钱 不感兴趣 那今天这样 这别怪我不客气了 干什么 你放开 你到底要干什么 咱们谈了那么久恋爱 你一次都没给我 今天 你跑不掉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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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你居然敢打我 这 这 这 小生 你 算什么东西 这个碰撑 是你 没想到 你真的是他老板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要是敢再来找他 我要让你死 死至地 你滚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难道他喜欢我 遇到事情 不知道赶紧找人 自以为是 是最愚蠢的行为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助理 连这件尝试都不懂吗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辛苦我回来早 要不然怎么办 让您担心了 剑宁 你到底懂不懂我的心意 还是说 你明智的 却装作不懂 秦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喜欢你 剑宁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知道刚刚 我有多担心你吗 她说什么 喜欢我 你喜欢的 不是夏小姐吗 不是 我从来没有习惯过她 她只是我的发小 那你为什么骗我 我很早 就喜欢你了 但是感觉 你对我只有 上下级的关系 后来你误以为 我喜欢如今 我将错就错 让你假扮我的女人 你认真的 是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休息了 来 秦恒 向我表白了 虽然迟了点 但在意料之中 你们怎么都不惊讶 成年人的世界 钱在哪里 爱就在哪里 她要是不喜欢你 干嘛变着法的 给你送钱呢 就是 总裁家的钱 也不是大红瓜来的 再说 你看 秦恒上次看到我 那副醋 我赌定她是 爱上你 宁宝 要就这事的话 你可以先退下来 赶紧趁热打铁 动房去吧 可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答应她呢 干杯 今晚 不醉 不归 好 林宝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回去 就不怕你家那老总 等着急吗 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答应她 这总 上司 变成恋人 但是既然她也太快了 喝酒 嗯 哎哎 娘娘 喂秦总 你家娘娘喝醉了 你快来接她回去吧 想不到我的表白 让你这么困扰 你至于连家都不愿意回 你的态度我已经明白了 既然你不愿意 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那我们就还是回答 上次和朱莉的分析 以后互不感受 对方的私生活 房子留给你 我搬走 我没有 我只是还没有想明白 老板突然变成 真正的男朋友 我 好 我这就过去 你喜欢吃什么 你先点 我马上到 秦总 二十分钟后 没关系 不用改天 见你怎么能改时间呢 我把会议推出就行 我要去见一个朋友 会议改了命点 刚跟我表白 就跟别的女人约会吃饭 这富豪的爱情 果然不能信 张文哥 你有病吧 我是没病 等会你哥到了之后 你赶紧给他看一下吧 他好像得了什么大病一样 自己想吃点什么 自己先点啊 咱们俩见面 怎么能改时间呢 恶心死了 你也好恶心 叫我过来有什么事 哥 你是不是跟宁姐又吵架了 我看宁姐这两天星期也不好 慢点 还能喝 喝啥也喝 不是我说你 不就是吵个架吗 至于喝这么多吗 来了 回头你可要好感性 我特意为了你 找美女界的口号 走了 秦总 是回老贼吗 回宋湖安 回去 糟了 我 你 你 我 给你们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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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说喜欢我 还跟别人约会 你拒绝我 还不准我去找别人了 你没罪啊 领风怎么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你喝多了 也不用急着走 建筑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 秦恒 你说的喜欢我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是你不喜欢我 其实我跟朱青 也挺合适的 准备试着交往 然后再结婚 你还准备结婚 是有这个打算 别走 我 我喜欢你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别委屈了 我一直都只喜欢你 你又骗人 不激发你的斗志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心意 横竖 都是你有理 那你这个传音 是夏小姐亲的吗 这个啊 嘉文亲的 看来还挺有用 那你今天 真的没见夏小姐 没有 我从始至终 都只喜欢你一个人 这辈子 你别想逃了 晚上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 完了完了 不会是我说错话了吧 不会被开除吧 秦总最近很不正常 老是对着手机发笑 他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不可能 秦总可是禁欲戏罢总 不禁女色 也是 之前想靠近他的女人 都被他丢出公司了 他要是谈恋爱 比登天还大 不错 说得很好 秦总夸我了 我没听错吧 散伙散会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在里面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我就是要跟你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秦总 这儿我也愤愤见 秦总 这个就是我 新学的琴拿事物 作为助理 以后就由我来保回来 秦总 你把秦总打了 他不会把你赶出公司吧 是秦总 让我隐时新学的 琴拿事物 对吧秦总 秦总 你是公司唯一一个 敢打秦总的人 简直是我的偶像 秦子 秦总 去帮我泡杯咖啡 秦总 秦总 在公司呢 放心 这么晚 没我的命令 别人不敢随便进来 陈晓婷 也被我安排出去 做活动了 没人会打扰我们了 我饿了 想吃 奶奶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一进来 就看到这么劲爆的场景 真是大兴 誓死唱面 这冷静自持的孙子 终于开窍了 奶奶好 好好好 我听以安说 阿恒终于谈恋爱了 我过来看看 我这孙媳妇真漂亮 看到你俩感情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大哥 你说你也真是 这幸亏是自己家里人 要是让外人看见 以为你搞办公室恋情 说出去 让您这多不好意思 小胡同 现在都流行着办公室恋情 孙媳妇 你别听她胡说 对了 你以后有空了 多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婆 好 我有空 一定会去看您的 来来来 来坐 我们坐上说 你看这 第一次见面 比较匆忙 奶奶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 这只镯子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谢谢奶奶 但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这孩子 你怎么还跟奶奶见外呢 好好待着 你要是娶一下 奶奶就生气了 这是奶奶送给你的见面礼 收下吧 好吧 既然你们两个 现在交往得也不错 我也很喜欢宁宁 你们俩 就尽早把婚事定了吧 什么 结婚 对 赶快挑个日子 把你俩的喜事给办了 奶奶 这也太仓促了吧 不仓促 阿恒 阿恒 从小就内人 这也是第一次谈女友 说明啊 他心里喜欢你 第一次谈女朋友 那之前的夏小姐呢 那是 两家长辈的联姨 并不是阿恒的意思 在阿恒心里啊 一直有一个他喜欢的姑娘 喜欢的姑娘 这里面是一千万 你先拿着 正式彩礼 等到两家亲属见面时 再好好准备 一千万 奶奶 这个真的实在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收 赶紧收句话呀 奶奶 还没向年龄求婚呢 你这样 她会有心理负担的 那好吧 这卡 奶奶先替你收着 阿恒 你 得动作快点了 这么晚还把我 跟宁宁喊出来 耽误我们过二人世界 你们俩天天在一起 不腻吗 你这个单身狗懂什么 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难得咱们人多 咱们不如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这样 咱们玩真心话大冒险 这个瓶子赚到谁呢 谁就要选择一个真心话 或者大冒险 怎么样 那宁姐 你先来 真心话 你初恋是谁 现在跟你初恋 还有联系吗 那年 我十九 她十六 同学 这个是你的吗 同学 是的 谢谢啊 请问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简宁 你这哪里是酒后乱性啊 分明就是蓄谋已久 所以 我们九年前就认识了 那我去秦氏面试的时候 你岂不是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那还前前后后面试了我三回 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我对工作一向公司分明 我喜欢你 但我不想让别人以为 你是走后门进来的 好了好了 看 感人的故事到此结束 咱们游戏继续 大哥 你来 真心话还是当冒险 真心话 大哥 让我问 让我问 我来问 宁姐 你的第一次给了哪个男人 我认识吗 宁姐 你呢 第一次给了哪个男人 啊 我认识吗 我认识吗 不仅认识还很熟 该不会是给我大哥了吧 最近秦总老师春光满面的 都很少骂我们了 前两天 我那文件里面错了一个字 他居然跟我说 没关系 下次注意就好了 哇 这可是恋爱当中的男人 哎 你们说 秦总的女朋友会是谁啊 说不定呀 这秦总的女朋友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啊 你说秦总的女朋友是咱秦氏的员工 他难道 知道我和秦恒的关系 我可随便说说 你们别当真啊 那说不定 就是我燃起的秦总呢 哈哈哈哈 我就算怀疑我自己 我都没怀疑过你 我跟宝庄 这个公司 谁都有可能 勾他秦总的 但是简直 绝对不可能 现在太公平了 给他当了几天朱丽 我都差点戏梗了 简直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都不敢想 或许 简直就喜欢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呢 说不定啊 咱们简直 就喜欢这种高难度的挑战 你真笨 简直要是想对秦总下手的话 那早就下手了 何必当牛坐马到今天呢 除非简直是心理变态 不然怎么可能 对压榨自己的上司那么凶 行了 我呀 继续当牛马去了 您姐 过几天我准备去M国留学 晚上啊 我请你和大哥示范 行 颜 你真的打算出国留学啊 嗯 舍不得我们就回来 美国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带的 就是那点破成绩 还不如回国给祖国做点贡献呢 江文哥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对了 宁姐 你跟我哥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到时候一定从M国回来 给你俩包个大的 快乐 到底是快乐 还是死了 你不想跟我结婚 不是 我还没跟家里人说呢 等你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带你去见我姥姥 再商量婚事 嗯 那你们先吃 我去趟卫生间 啊 哥 宁姐 这么好 一定不能辜负人家 哎 我要是知道你对宁姐不好 我高低从国外回来 扛走他 你就别笑了 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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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啊 嗯 你占别人位置了 麻烦让一下 我从小都是挨着阿恒坐的 简柱 你要不 狗也喜欢黏着主人 但是 狗起码不会抢女主人的位置 弟弟好凶啊 怎么还骂人呢 原来听到道人话 那怎么不干人事 明知道我哥有女朋友 还占别人地方 阿恒 他们勿讳了 我没有 没事 让他坐吧 那 你先坐着吃 明天不喜欢他 我不是 你一定要 我不想 认识 你 不应该 你 就是 啦 ά 你没关系 我会等你回来的 我没有意义 哎哎你防他防他 防他防他 哎下去过去了 让让他妈 别提了 姨姥 你家老总 今晚不会来了吧 你就放心吧 他呀 要出差两天 明天早上回来 今天晚上 就是我和闺蜜之间的 黄欢夜 美女 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对不起啊 我男朋友 不让我加别人微信 你要是不想被打断出去的话 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他男朋友可是出了名的错啊 接着玩接着玩 简柱 阿恒刚出差 你就来酒吧调男人 下小姐你知不知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调男人 他不是吗 我刚刚看见你跟他亲密接触了 我 我是您王的 男闺蜜啊 这异性之间哪有纯友谊 有的 只是爱而不得罢了 您特意赶过了 给捡住一个惊喜 还一定很感动 小头 去新银酒吧 是 秦总 夏小姐 下班之后 我和闺蜜们来这里放松放松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好意地提醒 那你的好意提醒 我收到了 慢走不送 见您 完了完了 穿成这样 安恒 我刚刚看见 简柱和一个男人就缠在一起 你不是出差了吗 怎么今天回来了 跟我回家 人家小凉扣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 这没你什么事了 还不走 这又不是在不死 在家里和女朋友亲友无过分吧 那你先去洗澡 待会儿来我房间 杰柱 救命 怎么了 总才让我翻一份德语资料 可是我不会 我都没有写过德语 怎么 在家也想跟我保持距离 刚刚是秦总的声音 什么秦总 你听错了 这是我家 怎么可能会有秦总的声音 真的好笑 是不是各的都起来了 不过你家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 现在可都十一点了 是我男朋友 简柱你太恋爱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这保密工作真的要太好了 说来话长 以后再给你妈妈解释 你把文件发我 今天晚上一定给弄出来 谢谢建筑 你要是那男人的话 我一定会嫁给你的 行了 别拍马屁了 挂了啊 知晓天 嗯 他让我今天晚上 帮他翻译一份文件 要不 你先睡 他让我今天晚上 帮忙给他翻译一份文件 看来明天要给他 多安排点工作了 啊 别 你给他安排工作 最后还不得让我给他帮忙 秦总 请你搁他挂手 哦 听你的 那我坐在你旁边 看你工作 好 简柱 什么时候带你男朋友过来 让我们瞧瞧啊 嗯 我也知道了 老天昨天听到你男朋友的声音 说还差点以为是秦总呢 小天 我真是谢谢你 简宁女士 请问你的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长得帅不帅 你们是不是要同居的 我男朋友呢 就是一个普通人 没什么好说的 那 那天 照片里那个豪车 是不是你男朋友的 那辆车 说起来秦总也有一辆 我们还以为 你跟秦总 递下琴啊 呸呸呸 秦总可是大魔王 也是 简柱才不会那么想不开呢 像秦总那样 冷酷霸道的总裁 光是想想 都有点害怕呢 要真被你们知道 我和秦衡谈恋爱 你们还不得 算了 能瞒一天是一天吧 简柱 你这件衣服 不会是姑且的限量款吧 一套好像三百多万呢 简柱 你这衣服 该不会是姑且的限量款吧 一套价格三百多万呢 简柱 你发财了 你这一身 我工作三十年都买不起 明天穿这个去公司 这太高调了 我能不能 不能 连我送你的礼物 都会被人看到 没有 买不起的口 非让我穿这一身上班 这个衣服呢 是我男朋友 送给我的出差礼物 你男朋友 该不会是个克服帅吧 好厉害哦 简柱 你男朋友 对你可真好 听说 还给你买了套房子 真的 你买了套房 不过 他怎么知道买房子的事情 简柱 你都买房了 你能不能让我去参观一下 我也要去 都去啊 嗯 那 行吧 可以 去个中午 就这么定了 不能让他们发现 我和街后都不去 说吧 这次 又有什么事要求我 阿河 你真的太聪明了 把你的东西 都先藏起来 藏我的东西 理由 小田还有小娜 几个同事 都知道我买房子了 想要这个周末 过来参观参观 那就让他们参观 可是 我们的关系 还会公开 只要是让别的同事知道 我和总裁同居 我是简柏的人 为什么像躲债的一样 藏来藏去 哎呀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 不好 一个吻 就想买通我 那你说 我要怎么样 才能买通你吗 嫁给我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找个时间 带你去见我姥姥 我们在商店 行 又被他逃了 孙虎湾的别墅 这一套得五千多万吧 你看这储柜比我命都长 简柱 你朋友好有钱啊 简柱 你男朋友到底是做什么呢 怎么这么有钱啊 他 他就是个普通人 家里有点小钱 哎 简柱 这块表是你男朋友的吧 我刚刚在桌子底下发现的 是个表 不是 像秦总的 秦总之前经常戴的 该不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我是说 你男朋友该不会买了同款手表吧 是 我男朋友 刚好喜欢这款手表 现在很多助理为了上位 不惜爬上老板的床 给老板提供陪睡服 简柱 你该不会是 简柱 你该不会是 我们宁宁才不会这么做呢 她可不像你看上去的那么简直 你家是卖绿茶的吧 那要不 我给你泡杯绿茶 哎 简柱 你不是说 你跟你男朋友同屈吗 你要不把你男朋友叫下来 给我们认识认识 对啊 简柱 今天是周末 你男朋友呢 她 她回老家去了 等下次 有机会啊 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我还想看看呢 太可惜了 宁宁 有份锦细文件 我拉在桌子上 你排上罩发给我 我知道 哎 这声音 秦总 刚刚那个是 我男朋友 她 声音有点像秦总 你问我回来 对吧 简柱 你男朋友说的文件 是这个吧 是 她经常丢三落四的 我看 这上面是秦总的名字 而且这个文件 也是我们公司的文件 简柱 你男朋友 该不会也在秦时工作吧 简柱 烂羹是恋情啊 简柱 你男朋友到底是谁啊 神神秘秘的 简柱 你男朋友 该不会见不得人吧 既然咱们都是同事 你介绍跟我们认识人是吗 她 社口 我怕吓着她 下次 下次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哎 这个画不是达波奇的名画吗 这价值一个亿呢 我记着 是秦总拍下来的 怎么会在你家呀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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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是这辈子 我下下辈子也攒不到这么多钱 蠢货 这是重点吗 重点不应该是 你们怀疑她被包摇 简柱 这幅画 怎么会在你家呀 一个亿 不能说送 送一个亿 关系肯定不正常 你家 有这么多关于秦总的东西 说明 这里根本就不是你家 完了完了 是要被发现了吗 我知道了 简柱 简柱也太狠了吧 上班时间压榨你就算了 下班还让你当出家保姆 出家保姆 不是以为 我是秦横的 出家保姆 这个猪脑子 是怎么进寝室 简柱你真可怜 就是 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竟然隐瞒自己 在秦总家里 当出家保姆的事情 还蓄够了一个男朋友出来 我就说一见来 怎么有股熟悉的味道 原来是大魔王的老巢 趁他不在 打他的枕头 这个还好没被发现 小天谢谢 别怪我欺骗了你们 一群蠢活 这个赵小娜处处针对我 这什么情况 我看 他一定是想抢你男人 要不就是他被夏竹青买通了 故意想破坏你跟秦横的关系 难怪 我想 他一定是想利用同事诬陷你 为了尚未故意爬上总裁的床 好让你受不了舆论攻击 乖乖投降 他好与翁得利 抢我的男人 是可忍 是不可忍 宁宝 你可一定要小心点 千万别像电视剧里 那些怨种大女主一样 一不小心长了绿茶的道 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伤他的道 宁宝 我们呀 一定要拿出正宫的架势来 我看好你 秦横 只能受捡您的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我们呀 在聊鉴别绿茶的一百种方法 和对付绿茶的一百种办法 秦总 你没事也学学 他不用学那些 阿航 我讨厌那个赵小娜 他处处针对我 你能不能 我接久通知人事部 让他马上离职 绝 我呢 才不会跟那个赵小娜 斗智斗勇 浪费自己的宝贵时光 还不如 多享受享受自己的人生呢 与其对付绿茶 还不如 从自己的男人下手 自己的男人 这个赵小娜怎么没来几天就被开除了 听说他勾引秦总 然后就被秦总开除了 我早就看出来他对秦总有意思 还处处针对简祝 秦总果然不负众望 妥妥的禁语系霸总啊 连赵小娜那种长性甜美的女生 还会撒娇呢 都脑袋打她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 谁能拿下那个大魔王 简宁 你别高兴得太早 夏小姐 我确定 秦总已经跟简宁同居了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秦总 准备跟简宁求婚 什么 我不会让简宁抢做我的阿恒 对不起啊 夏小姐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 没事 我自有办法 对付简宁 舅 表哥 表妹 秦总 伪上次的事情 我跟小帆特意来登门道歉 见到闻了 可以走了 娘娘 我跟你表哥大捞远的过来 你就不请我俩进去坐坐吗 表妹 其实 我爸病了 咱那小地方的医院 你也知道 这不是看你在大城市发展 我就想带着爸 过来投奔你 娘娘 你就看在 这么多年对你养育的分上 你就收留过几天吧 等我病好了 我跟小帆立马就走 绝对不打扰 我也知道 你现在为上一次病婚的事情还在生气 但是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你 要嫁给唐五大 表妹 我爸这些年为了你和奶奶操碎了心 你真的忍心见死不救吗 这一道 好吧 快来吧 快来 快来 爸 你快来 这好多咱没吃过的新鲜玩意儿 难怪您 你一直不肯回去 来在城里 偷抹着过好日子 舅 表哥 你们要不先把拖鞋换了吧 娘娘 你看我跟小帆这鞋子 都穿了好多年了 这都破了 要是穿出去 丢你跟秦先生的脸了 要不 你给我点钱 我俩出去 重新买一双 你的钱呢 我上个月不是刚把工资打回去吗 你也知道 姥姥那边花了好多钱了 我都是跟别人借的 拿去还债了 那这样吧 等我有空了 带你们去买双新鞋 好好好 夏小姐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已经住在简宁这儿了 很好 记住你这次的任务 是破坏简宁和秦恒的感情 睡成之后 给你三百万 好好好 您放心 一定给您办妥了 爸 我们真的要破坏表面跟秦先生的关系吗 我查了一下 这个秦先生 是秦氏集团的总裁 资产至少上千亿 我们要是攀上这样的亲戚 我们这一辈子都不愁吃穿了 那就要看 简宁这个丫头 开不开窍了 他要不顾及旧情 那我们何必顾及他呢 你是说 好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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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粉 快 你看 这东西肯定值钱吧 要么把它偷了卖了 肯定能卖好几万 咱们把这些钱都卖了 这些钥匙都卖了 你的老婆本就够了 简宁这个死丫头 竟然偷偷地背着我们 收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就这还天天在我们面前装穷 就是 真是白眼了 查一下 圣之强得的什么 还有他们这次 到底有什么 是 舅 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都是一家人 没那么多讲究 这么晚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这不是明天要去医院治疗吗 你也知道 我这身上笔钱了 这样吧 明天你直接去医院看病 完事后 我会派人去医院帮你付钱 一点少钱也这么算钱 这小子真情 这样不好吧 还是让宁宁给我吧 毕竟你俩还没结婚呢 这不能让你破费啊 不破费 反正 我也准备和宁宁结婚 我的心 就是她的心 行 好吧 阿航 你觉得 我就是在装病啊 如果她是真病 我这么做 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她是装病 让她休想 从我们这里骗去一分钱 你真聪明 不够 那还是不够 秦总 查到了 盛世强的身体非常健康 医院里也没有她的患病记录 果然 查到他们背后 是谁在指使吗 夏小姐 我查了盛世强的转账记录 有一笔 是夏氏集团打给她的 夏竹青 你向我派人 去警告盛世强他们夫子 让他们以后离解您远一点 是 秦总 队三 队四 要不齐 队五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娘娘 回来得正好 快 给舅拿点钱 我没钱 你不是医院看病去了吗 怎么在这打牌 我不是去看了吗 这没什么大碍 就是一点小毛病 小子 这里你还欠五万块钱呢 给钱 给钱 娘娘 给 给舅拿五万块钱 没钱 你个白眼了 五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要你有何用啊 表妹 你们都住进这豪宅 穿高档衣服 帮上有钱人了 还给我们装什么球 盛阀 你说什么呢 不就是帮上有钱人了吗 在我面前摆什么服 姐姐我告诉你 如果你拿不出来钱的话 别怪我六亲不认 两位大爷 你们家的儿子 还没讨媳妇吗 这样 谁要给他嫁高 谁就把他带走 好 我出五十万 我出六十万 好 六十万 给你了 这里是我家 现在就跟我出去 您好 您出将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快快点 这里又是 是 秦总 你真打算 把他就这么卖了 他男朋友那么有钱 我们为什么多捞点 捞个屁呀 这信情的都找人调查完了 打电话威胁我 让我离解您远点 那趁他不在 我们最好在这个丫头身上 再捞一笔钱 要不就捞不着了 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 你报呀 你个死丫头 我咬你这么大 给我点钱孝敬不行吗 什么 六十万转过去了 这小姑娘 我是不是可以带走了 好好好 赶紧带我回去 跟你家小子动房 不然 他就得跑了 走走走 干什么 放开 放开 你 报警 是 不管我们的事 都是他让我们来的 先生 他在我们室 宁宁亲戚的份上 就放过我们密码吧 我们也是被人指使的 说 是谁指使你们 有什么目的 是一个心下的 他让我 把您和宁宁的感情 搞破 然后射程之后 给我三百万 夏 夏竹青 对对对 就是这个女人 娘 我可是你舅舅啊 你爸妈死得早 都是我辛辛苦苦 把你养大的呀 你烧扬我 就只是为了 霸奖我父母的房子 你根本就不配 做我的亲戚 娘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 你不会 不管我们的吧 把他们都送去警察局吧 来人 贾盈 你可想出事了 好 当初 走 我就不应该收养你 你没事吧 没事吗 这点委屈 算不了什么 小时候 父母刚死 舅舅他们一家 为了霸占我家的房子 争抢我的抚养权 可是舅舅收养我之后 又不管我 幸亏姥姥看我可怜 把我带在身边 有我在 以后 我会一直陪着你 谢谢你阿航 阿航 你给我回老宅 我有事找你 怎么了 没事 等会儿陪我关到老宅 好 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阿姨 这是我啊 特意从法国给你专门定制的珍珠项链 你看看 喜不喜欢 有心了 我爱你 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质量算是上乘 花了不少钱吧 不多 才两千万 只要阿姨喜欢 我花多少 我都愿意 这小子是甜的 都怪阿航那个臭小子不争气 你要是我儿媳妇多好 阿航 你终于回来了 我刚刚还把阿姨念叨你呢 你怎么把她给带来了 妈 我准备去宁宁 我准备去宁宁 你想让她进秦家的门 除非我死 妈 今天不管你同不同事 我都会去的 你 你想气死我不成 你个狐狸精 怎么够用我儿子的 你不知道阿航和竹青订婚了吗 妈 你要她 就打我 是我先供应她的 阿姨 别生气 伤了身体不值得 阿航 你想去捡住禁门 这辈子我都不会答应 我的儿媳妇 只能是竹青 阿姨 我和阿航是真心相爱的 您就出选我们吧 不可能 我们秦家和夏家 那是视角 阿航和竹青以前就有婚约 要不是你 竹青早就成为我的儿媳妇了 那个婚约 一直都是你们老爷被定下来的 我从未承认过 阿航娶宁 我同意 妈 竹青才是阿航的未婚妻 什么未婚妻 那个婚约是老头子和夏家老头子两人定的 与阿航无关 既然阿航不愿意 这个婚约就该取消 再说了 之前不是都已经取消过了吗 怎么现在又提起来 秦奶奶 之前取消婚约确实是我不愿 现在我才发现 阿航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继续婚妇 你说复合就复合 你把我们秦家当舍了 妈 竹青那时候心智未开 您就不能原谅他 再说了 除了竹青 还有谁能配得上我们家 我的孙媳妇 只能是宁宁 我的大嫂爷只能是宁宁 你差什么嘴 他一个小助理 没身份没地位 怎么配上我家阿航 阿航配宁宁 才是高攀了 妈 行了 此事休要再提 奶奶 我是真心爱阿航的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 夏小姐 强扭的瓜不提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该怎么做 你心里应该明白 奶奶 您真的不顾忌 和夏家多年的交情 确定要为一个助理 和夏氏集团作对吗 就是看在夏家与秦家 多年交情的份上 之前你所做的事 我就暂且算了 下次 老师再被我发现 你在背后欺负我的孙媳妇 兴坏的脖子 对夏家出手 想到秦老师人知道 夏小姐 请回吧 朱青 妈 您说您这是干嘛呢 朱青 妈 您说您这是干嘛呢 哼 一个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女人 不配做我秦家媳妇 奶奶 你都知道了 她搞的这些小动作 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在我面前使过 怎么能逃出我的眼 臭小姐 你准备什么时候 迎起我的宝贝孙媳啊 奶奶 这个得看 宁宁的意思 你都不会有一个女人 的女人 欧阳 她不得到她 你将会在三個女人 那是一套 的女人 正好 太人了 她不得到我 她不得到我 接着她 这是相遣规则哦 偷偷给你个奖励 谢谢你把我外婆接回来 我把姥姥转到她时区最好的医院 以后你去看她 随时都可以去 不用担心你救他们 谢谢你 阿恒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介绍给你姥姥 今天我先跟姥姥说一下吧 姥姥 傻孩子 哭什么呀 姥姥 都是姐您不孝 前几年忙着工作还上去看你 姥姥知道 你这几年为了攒钱给我看病 你是在天天努力工作呢呀 姥姥怎么会怪你呢 以后您就在这儿 可以天天看到宁宁了 好 秦恒是谁 秦氏集团老板 也就是我的上司 上司 就是你原来说的那个 就是你原来说的那个 脾气差 长得丑 狗都不谈的 你的那个领导 姥姥姥 其实 她长得不丑 鼻子也挺好 之前都是我胡说八道的 女娘 你们老板是不是对你 好孩子 你听姥姥讲 咱们虽然是小门小户 但是咱也不能随便让人欺负 实在不行 你就回来 姥姥养得起你 姥姥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没结过婚 我们 也没有潜规则 就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哦 您看 她长得挺帅的 而且视野有成 也没有任何绯闻 哎哟 这小伙子 长得跟个明星一样 好好好 既然是你喜欢 那就好 哎呀 那我明天 把她给带回来一趟 您呀 给我把把关 好 好 姥姥给你把关 她来了 到了 秦恒 见您是我从小带大的 这孩子跟着我 吃了不少的苦 我希望你们以后在一起 你能好好地对待她 姥姥 您放心 这辈子 我只会对她一个人好 绝不负她 啊 对了 这是给您的两千万彩礼 您养大年年也不容易 请您一定要收下 两千万 太多了 太多了 不行不行 你们选两口留着自己花吧 姥姥 这钱啊 你必须收下 这也是阿恒的一点心意 好吧 那我就收下 看在你们小两口 这么恩爱 姥姥也就放心了 最近公司盛传秦总恋爱 你说秦总女朋友到底是谁啊 秦总 我们刚刚 工作之余是该放肩 聊聊天挺好的 秦总 应该是真谈恋爱了 现在都不骂人了 他们俩都是宁宁最好的同事 应该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求婚方式 小田 谢谢 要是你男朋友向你们结婚的话 你们会喜欢 哪种求婚方式 秦总 现在最流行的求婚方式 一共有三种 说来 这第一种呢 就是您 可以带着您的女朋友 去她最喜欢的地方 第二种呢 就是你可以把她所有的朋友 都叫到一起来 第三种呢 就是你可以把她 最亲的家人都叫到一起 这三种方式 都成功了吗 必须成功的呀 秦总 您用这种方式求婚 女孩子绝对喜欢的呀 保证第二天 您总能带着您的女朋友 去民政局领政 秦总 您 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准备跟女朋友求婚啊 要是成功的话 你们两个 工资翻倍 秦总 我碎 秦总 真的恋爱了 真是火酒店 你先把话盖起来 我去里面接见你 是 秦总 秦总 果然用了我的方法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咱们等一下就能看到总在你旁边的真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马上就要升聚加仙了 哈哈哈 这不是简柱吗 秦总马上就要求婚了 不在家陪着女朋友 这么晚来着简柱干嘛 怎么干嘛 秦总该不会这么晚了 还要给简柱安排工作吧 简柱太可怜了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晚上还要去秦总家里当保姆 这样下去 简柱他会辞职的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看到了什么 秦总竟然跟简柱 在拉手 所以 秦总的女朋友就是简柱 怪不得 秦总 这关系简柱的事情 怪不得简柱在在秦总家 怪不得秦总只让简柱一个人靠近 我在这儿呢 我这是天下第一下 好多人啊 我想去看看 哇这太浪漫了 太好看 看到这些 他应该会很感动吧 蜡烛 彩灯 鲜花 这谁要求婚啊 这么老土 我一定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可受不了这样的求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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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想想我就已经投逼发马了 你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了 不知道 先说好 如果是之后你向我求婚的话 可别弄这套 我的脚趾头 可承受不起这么大的工程量 来了 我有个朋友 想和他女朋友求婚 准备包下整个游乐场 是不是很浪漫 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 他俩有病吧 花七百万就为了薄红颜一笑 简直昏军行为 看来第二种方案也不行 怎么了这是 我脸上有脏东西 还是衣服破了 简直 简直 你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呀 没有啊 简直 昨天秦总有没有对你说有意义的话 做有意义的事啊 也没有啊 完了 失败了 伤心的事儿泡汤了 啊 你们要怎么了 简直 狗富贵 互相望 简直 我们的情 永在 一 就长 给你们放半天假 去看看脑科 奶奶 你们怎么来了 臭小子 你什么时候向孙媳妇求婚啊 我等着暴增孙子 等得花都谢了 奶奶 我还没想好怎么向你那求婚呢 奶奶的情节准备好了 就这 就这足矣 女孩子要的是真心 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哎呀 你就听奶奶的吧 当年爷爷要是没成功 来的咱们俩 奶奶 爷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我们过来 看看你们小两口 爷 你这是打算向谁求婚吗 我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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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靳 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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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骞住 秦总说了 只要你同意的求婚的话 就给我们加公司 凌姐 你就答应吧 我出国之前最后一个情愿了 我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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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미치도록 널 사랑했었던 beautiful life